小女孩在河边玩 忽然发现水里有起事故 一只大螃蟹被卡在石头上 一动也不能动 小女孩很善良 直接把螃蟹拿了出来 然后放在小桥上 大螃蟹呢 挥舞着两个大钳子 向女孩表示感谢 这螃蟹太可爱了吧 小女孩像摸小狗一样 摸了摸螃蟹的小脑袋 螃蟹并没有反抗 小女孩高兴地把螃蟹带回了家 打算让她与自己作伴 女孩叫丽娜 这个是她第一次养螃蟹 也不知道螃蟹该吃点什么 便去找她的生物学教授爸爸 爸爸此时正忙着做实验 根本没工夫搭理她 丽娜只好顺手摘了几个 实验室里的葡萄 然后喂给螃蟹吃 你还真别说 这个螃蟹也不挑食 吃的还挺香的 几颗葡萄 一会儿功夫就全部下肚 连葡萄皮都没有吐 丽娜没有把螃蟹的事情 告诉爸妈 第二天妈妈在媳妇的时候 突然看到地上的木框移动了一下 妈妈掀开木框 一个大号螃蟹出现在眼前 妈妈发动失色 大叫了起来 正在做实验的爸爸 被突如其来的教育撒到 受伤的化学药水 撒了一桌子 她也没来得及收拾 赶紧循着声音赶过去 一看 只是一只螃蟹而已 埋怨起死小题大做 但这个螃蟹 有点太大了吧 这时 螃蟹已经跑了出来 丽娜在河边 仍然在喂她葡萄吃 看着她长得那么快 还很高兴呢 完全没有察觉到不对劲 在爸妈斗嘴的时候 实验室里的药水 发生了化学反应 只听见砰的一声 丽娜不得望却 火光漫天 实验室发生了爆炸 可探丽娜的爸妈 全部死在尝试户中 丽娜成了孤儿 时间一晃 过了十几年 一名农场主 在雪地上 发现了一滩雪芥 她顺着雪芥 一路追寻过去 不远处 自家的奶牛 四脚朝天躺在地上 已经没了呼吸 再看 仓库的墙上 出现一个大洞 农场主赶紧报了警 原来真正的凶手 就是丽娜养的那只大螃蟹 现在的丽娜 已经长大 仍然住在爸妈的老房子里 而螃蟹呢 也跟着她一块长大 现在她的块头 都快赶上了恐龙 丽娜呢 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更别说这么大一只螃蟹 只能放任螃蟹 自己去找食物 所以螃蟹去了农场 直接抓走一只奶牛 这边呢 警察找到了古生物专家 专家根据 现场留下的脚印和牙齿 推测出 应该是一只巨型螃蟹所为 她一路顺着脚印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草地上到处都是 一团团白色的东西 古生物专家用棍子挑了挑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动物产下的卵 从未见过提及如此之大 专家赶紧用相机拍了下来 她抬头一看 又辆小卡车 再仔细打量一看 一个如小卡车一般的螃蟹 正盯着自己 专家差点吓了尿裤子 她走到螃蟹旁边 上下左右来回打量 眼前呢 竟然是个螃蟹壳 这可是她生殖家庭的好机会 这些壳 够她写好几篇论文 专家哼着小雪 打算找人帮忙 把蟹壳抬走 回去好好研究一番 一转身 一个乌黑的枪口 对准了自己 大姐挑着雪茄 警告专家 这里是自己的地盘 赶紧有多远滚多远 专家 是个读书人 哪见过这种阵仗 连滚带爬的逃走 到了晚上一个黑丝美女 一个人在山间小路走着 好心的大哥把车停下 表示要宰美女一程 美女既然想都没有想 就答应了 果不其然 大哥一脚油门 把车开进了小树林里 要和美女强行开车 美女一巴掌轮过去 打开车门就跑 大哥虽然被筛懵了 但是盗局的鸭子 也不能让她飞了呀 驾车追了过去 谁知刚走停下树林 她就被绊倒 回头一看 即是比手掌还大的螃蟹 正挥舞着钳子对着她 她一边跺脚 一边大喊 想要逼退螃蟹 但是这几只螃蟹 根本不怕 他们爬到大哥身上 白钳子进去 红钳子出来 没几分钟功夫 大哥就领了盒饭 目睹了一切的美女 赶忙跑向公路 恰好一个小伙路过 把她救了下来 美女跟她说了 刚才发生的一切 小伙才不相信 几只螃蟹咬死人 你再做梦吧 她一路狂飙 路上呢 还压死了好几只小螃蟹 忽然路中间出现一个巨大的螃蟹 小伙的反应倒是挺快的 赶忙刹车 然后果断挂上道挡 向后与螃蟹拉开数十米的距离 然后一脚游轮下去 从螃蟹的身边飘一甩过 几秒钟之烧吃的无影无踪 大螃蟹呢 来到被压扁的小螃蟹旁边 用钳子扶了扶他们的身体 高举双前 爱好声小车夜空 小伙和美女来到小镇的酒吧 将巨型螃蟹的事告诉大家 古生物专家呢刚好在这里 他白天看到的蟹壳 就应该是这只螃蟹的 他拜托小伙带自己去找螃蟹 刚来到小树林 就看到大螃蟹正在产卵 不知几声 几个螃蟹蛋掉了出来 小伙捧起螃蟹蛋 这温热的手感 刚刚从螃蟹体内产出来的 就是行间 结果流域太滑 小伙不小心把螃蟹蛋摔在地上 这时之前的大妈 断着枪出来了 他看了看两人 二话不说 对准地上的螃蟹蛋就开枪了 专家想要阻止 就被大妈甩开 这可是我的地盘 即使是螃蟹 也不能霸占 螃蟹蛋一个个炸开了花 接连不断的枪声 把大螃蟹引了回来 大妈呢 也没有害怕 连弹树枪 但是这个蟹壳 竟然连子弹都打不穿 为了给大妈一点教训 大螃蟹剪断大妈一条胳膊 大妈这时才感到害怕 慌忙跑回家里 但你把人家孩子都杀了 螃蟹怎么可能放过你 大螃蟹一路追着他 来到家里 直接用钳子 把墙皮撕碎 大妈的下场 自然也不用说了 很快就隐恨西北 警察很快来到这里 他们发现 丽娜正在河边跳舞 觉得有些鬼业 便请他回到警局 协助调查 丽娜自然不愿意 凭什么让我跟你走 我就得跟你走 丽娜一反抗 警察更觉得他可疑 干脆把他绑上了警车 丽娜就在后座上 一言不发 双眼紧闭 眉头紧锁 似乎在传递什么信号 果然 几分钟之后 大螃蟹挡住警车的聚落 警察打了一把方向 警察一头砸在旁边的草坑中 警察连滚带爬 逃下车 爬到旁边的山坡上 以为这样就能躲避攻击 但警察万万没有想到 螃蟹不仅会爬坡 而且人家八条腿 比他们爬得快多了 警察被撕困在螃蟹的钳子下面 连同树池下 警察也领了喝饭 螃蟹回到警车旁边 用大钳子 一钳子剪断手铐 救下丽娜 大螃蟹把汽车举起来 扔了出去 然后还是不解气 就开始分解汽车 丽娜让大螃蟹赶紧走 丽娜直接骑在他的背上 警察同时看到现场的惨状 知道大螃蟹不好对付 于是向上级申请 要来一辆坦克 谁知道丽娜躺在螃蟹前面 他向他们解释螃蟹是自己的朋友 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他 但警察呢 才不会听这些 他们还以为 丽娜是被螃蟹摇歇 故障专家找准时机 警察一声零下 十几个人同时够动扳机 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味道 螃蟹的壳硬得很 根本打不穿 但是螃蟹也很聪明 选择了当个老六 潜入了水底 暂避风芒 警察不甘心 又调来两架战斗机 得知消息的丽娜 十分的伤心 他将螃蟹和他的故事 告诉了专家 如果不是那些人 伤害他的孩子 他是不会攻击人的 专家听完后 十分的感动 于是想出一个办法 战斗机来了 向后面发射了几枚导弹 他从水底冲了出来 顶着火烈冲向众人 就在这时 有一个导弹发射过来 直接击中了螃蟹 正中要害 之后呢 胡说也平静了 螃蟹扶了上来 一动不动 岸上的众人振臂高呼 他们终于战胜了大螃蟹 但是他们不知道 被炸出来的 只是螃蟹之前 退嫁的可而已 而真正的大螃蟹 已经暗度成章 跑掉了 一言一切 将继续快乐生活 本篇版 本篇叫做 螃蟹怪物来袭 本期问题 你喜欢养什么宠物呢 选小狗的扣三个一 选小猫的扣三个二 选小兔子的扣三个三 选养鱼或者乌龟的扣三个四 喜欢养其他的 可以打字打出来 本篇中的螃蟹 应该是吃了实验室里的葡萄 其实动物并不坏 也只是为了求生 觅食而已 所以在地球上 人类和动物想和平共处 就需要划清界限 给动物们留点森林 本篇好看 推荐去看原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